但福音是不可阻挡的,反福音,人们杀了史蒂芬,因为他的信仰耶稣基督,他们托拉宝石在牧师,直到他死了,然而,在此之前他的死亡,斯蒂芬接到一个精神恍惚和他看见耶稣基督的鼓掌,他不可战胜的信念,人分享了他的经验与他的迫害,并说,看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正确的上帝之手。 行动7点56分,课,传播的福音,任何人,谁遭受了福音,必将收获丰厚的奖励从上帝,上帝的仆人可以品尝一些奖励在地球上,但是没有尘世,报酬相当于天上的奖励,任何人蒙兽的,为了基督和他的福音会被承认为一个国王在天堂,选择公务员的上帝会专门的装饰天堂,荣耀他们的荣誉会闪闪发光在整个省份的天堂。 祈祷,恩传福音,赢得奖品,亲爱的耶稣基督啊,请高我有风度宣传不可或缺的福音,增加了我的信仰坚定的任务的福音,使我能够宣扬你的福音无所畏惧的和不断,请让我成为你真正大使,并且让我带来巨大的回报,你的王国,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,阿门。